先提到217淡仔国际 今早出了一个数据 说到截至12月底的9个月 随税后的日利跌了两成 不过收入有3成7的增长 这个朋友是阿Kim 他3元有货 他说出了贵度数据 他说好没有找位置呢? 你建议他 我也觉得要 不过今天会相信会差一点点 因为一来就是刚刚出了个数 大家肯定是不附带预期的 因为原本的想法 无论一开始上市的时候 或者各样东西都倾向是挺好增长的 但是现在出来就是盈利首先倒退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想另外一个很主要问题就是 你股票也是看未来 其实大家在看现在这一刻 各样都整个好像有少少 就算不是真的封城都少了很多人流 大家应对疫情都要减少了外出 其实过往来说就是 虽然《淡仔》那时候说 他自己外卖方面都可以顶到的 不会有这么大问题 但是始终没有了糖色 这件事都肯定有个严重的影响 所以要多捱一段时间 你说今天这样算 希望他不要开得太低 但是你给我也预计如果有两个七 就是流上我都会考虑 可能就是减了它先 虽然公司基本面就遲些会好 但是起码这段时间都应该会受影响 我想随时可能维持多半年 就是可能下一个业绩出来之前 都还是会一样的 我就不是建议 但是以外度遲到自己的路隆 就没有建议大家继续维持 toplu 那趁如果可以两个七楼上 就尽量减 如果你说跌得很深的好性 我就希望对比如当不太好 可能一开始就大概是两个六楼下 两个下半 streets 你就希望有些人因为跌的太深 或者出现有很大烈口 我就會嘗試尋覆盤 趁那些位置有機會在2.7附近或以上減遲 或者叫真的走光了 我覺得會好一點